食品展大厅内人头攒动 看到台湾美食不少公众忍不住上前试吃 不过说到食品安全问题 消费者还是难免有些担心 我们会有一点 都是好吃的东西还是会再继续买吧 也是会注意一下 会啊 我会怕 假如卫生职业已经批准了 我们就不怕了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或认证的食品厂商 出现问题的尴尬局面 台北市政府率先在今年90月间 重新检查了所有由他们认可的食品厂商 并把通过检验的食品和厂商信息 输入专门的应用程序供消费者查询 扫到这个条码之后呢 它会进入这个网页的系统 所以会提供大家一个正确的文字的说明 确保它的来源跟产地 食品展主办方也表示 他们今年特别加强了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 而且这并不是只针对来自台湾的食品 其他地区呢 我们也同样的提醒他们 你们的产品进来呢 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规格 有时候我们会叫它提成一些化验报告 然后我们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呢 像有关当局了解 这些产品是不是安全了 是不是符合规格的 今年的亚太国际食品展 共吸引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多家厂商参展 预计五天的食品展 将吸引约30万名访客 谢谢大家